针对外媒报道 导演侯孝贤正在跟失智症 搏到的消息 刚刚家属也发出了声明表示 侯岛先前被诊断出 阿兹寒目症 那么后来新冠肺炎确诊之后 造成了后遗症 连带影响到病情 侯岛家属表示 这对他们来说 是没有预想过的发展 但是也请影迷们 不用太过难过 现在侯岛确诊康复了 已经完全回归家庭生活 并且安心休养 身心状态算是平顺 并无大碍 他的公司目前 也都还在营运当中 但是之前筹划的新电影 书栏和尚 在目前没有办法继续执行了 虽然很遗憾 但是他过往的作品 已经在国内外 获得很多的肯定 也相信不会被遗忘 他对电影的态度跟精神 也会一直被影迷们留存下来